故宫南院开幕已经两年多,不过负责餐厅经营、游客中心、还有停车场接驳的BOT案,进度却是严重的落后。 故宫博物院昨天宣布和化喜公司的BOT契约正式终止。 而嘉义县长张花冠不满,解约的过程都没有告知县政府。 原本是期待故宫南院可以引领来带动地方的观光,未来县府只能够自行努力。 在故宫南院负责餐厅经营游客中心停车场接驳的BOT厂商化喜公司, 5月初大量解雇员工时,曾被质疑双方合作关系告终。 事隔两个月,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布南院和化喜的BOT契约终止, 原本长达50年的合约,执行不到三年。 一个工程花了15年,真的是可以说的,我们好好来思考一下, 对于一个没有工程单位的机关推动重大国家建设的时候, 如何在开始的时候就做好规划。 历经15年兴建,2015年12月28日,故宫南院风光开幕, 同年8月17日和BOT厂商签约,预计分三期投资49亿, 兴建文创体验馆和饭店,但双方其次修正未达共事, BOT案土地至今荒芜一片,8月首期营运跳票, 故宫南院指出,除了环保署韩温第二三期工程, 需要另行办理环平之外,双方考量目前旅游市场变化,合意解约。 从故宫开始设立以来,很多事情都没有告知嘉义县政务,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做的事情的进度了。 嘉义县政务只好自己,发挥自己的力量, 把台唐这层园区发展起来。 原本期待故宫南院引领嘉义观光人潮, 但故宫南院营运两年多, 因简无漏水,洞线混乱,还有餐田太乱, 风波不断,参观人数也撒滑, 如今BOT案终止。 前瞻计划中,这层文化园区及唐铁五分车岩石计划 和高铁周边发展,县府也说恐怕只能自行努力, 但仍期待未来重新规划, 多些地方意见,像是将故宫政院之宝难移, 才能吸引观光人潮。 记者李璇许正俊,再一报导。